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扫QR Code的话 麻烦扫一下这个QR Code 因为在接下来的大概45分钟里面 我要讲什么完全由大家的手机 扫出了QR Code之后的留言所决定 那如果是扫不到QR Code 或者是正在看直播的朋友的话 那也欢迎拿出你的手机 那可以输入这个网址slido.com 然后到了那个网站之后 他会要你输入一个代码 那就输入01214就可以了 那不管是运用QR Code 还是输入这个代码 都会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为什么是匿名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举手发问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董事长跟总经理都在的时候 难免打个六七折嘛 那这是人之常情 那但是呢在匿名的情况下 大家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那所以我刚好这个我也来连接一下网络 这边到底收不收到讯号呢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好可以 那所以除了留言之外 它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可以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它会浮到上面 所以像现在我们只要一打开这个网站 我们就会知道已经有13个问题了 而里面已经目前很明显地分成了领先群 就是只有一个问题 已经有29个人按赞 然后以及其他大概只有十几个按赞左右 那如果这个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连上去 虽然不太可能 因为这家公司最近才刚被Cisco这个勾病 所以其实它是Webex的一环了 所以大概流量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如果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连到的话 现在也是一个请左邻右舍帮忙输入 而且顺便帮忙拉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大概就是以大家问的问题为主 那最新的问题会跑在右下角 所以我觉得也会就是看情况 那有的时候右下角会开始自己跟自己聊天 这个是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请大家不用特别去注意它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长时间的 我们用45分钟的这种演讲 其实如果你是不让大家用手机的话 大概到20分钟很多人手就开始抖了 就是他一定要找个什么东西按赞 找个什么东西po个一行废文 他才会觉得就是他的影头能够消解掉 那我们用slido就是让大家想要按赞的时候 是回到这个演讲来按赞了 那想要po什么废文的话 都会跑到这个右下角 是可以有一种更快速的这个满足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有40多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您好关于您好数位转型 由于要兼顾客户资料安全性 以及完成新闭里面资料的意思 往往使用较老旧的系统以及城市 在数位化的进行上面 难免会遇到很多阻碍清闻探风委员 对于银行的数位转型 有没有什么想法 以及方向上面的实施建议 那我这个念的还没有立法院的 那个议事人员 快他们才是真的是专业的 我是业余的而已 OK 我想这个要分成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我们的数位化 它讲的是一开始是节省大家的力气 然后呢接下来才是创新嘛 那所以先省力再创新 这个是任何在做数位化都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呢我们要分成省力的部分 跟创新的部分来看 省力的部分并不是说 你要把老旧的系统跟城市 全部都重写掉 它才能够省力 有的时候你全部重写掉 如果没有规划好的话 反而更费力 我们在工部门里面 常常就是说 某一个长官来觉得说 这套系统真的是有点烂 那我们赶快来做一套新的系统 但新的系统呢 它会没有好好的去访查 实际的使用者导致 有一些使用场景 是他没有料到的 还是只有旧的系统可以处理 所以即使是新的系统做得相当完美 到最后都会两个系统并行 然后呢第一线的这些人 承办人员呢 就会变成要适应两个系统的情况 这个是屡见不鲜的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政府里面 有个叫做 政府数位服务准则GDSG 里面在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一开始先去了解 实际使用者的需求 而这个使用者 包含第一线的承办人员 不然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设计出一个 帮民众节省一小时 但是公务员要爆肝两小时 等那种系统来 这种系统其实非常容易被设计出来 如果你没有问承办人的话 对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政府数位服务准则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就是设计出来 要第一线的人员的力气 先省下来 然后之后才去想创新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 老旧的系统跟城市 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我举例 比方说我们每一年都会请一些 就是年轻的朋友们 叫做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拯救政府网站的 这样子一个行动 那每一年都会有30位见习生 来我们的办公室 大概都是大学研究所 左右的这个年纪 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呢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看不顺眼的网站 他们就可以指定 要把它改得比较顺眼一点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六步杀 就是你看先了解使用者 定义议题 Wirefriend 低逆症高逆症 然后成果展示 那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今年是跟地方政府合作比较多 所以包含联合医院 台中市的社会局 或者是青年署的官网 基隆市政府等等 都是我们的同学 一起来进行的 那在去年主要是中央部会的时候 那就有一些同学 他觉得说 我很喜欢登山 但是我并不是很知道说 为什么每次要爬山的时候 不管是要申请山屋啊 或者是入山证啊 国家公园啊等等 好像四个不同的主管机关 我要跑四个不同的网站 而且格式还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零柜办理 他如果合属办公 你跑四个柜台就是了 说不定还顺便认识新朋友啊 那但是如果是在网站上面 就是你要到四个网站 而且规则都不一样 格式都不一样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对政府呢 不会有什么好感啊 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机关 他们敢去改别的机关现有的系统 因为一方面有很多山友 已经很习惯那个系统了 你如果改的话 这个山友是绝对跟你过不去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谁都不想要采线啊 营建署怎么去改 灵物局的系统呢 这个自然公园 到底最后足改会被画到哪里 谁也不知道啊 那所以大家都不会想说 去动那些旧的网站 那所以呢 这些同学呢 他们就画出了 他们理想中的 一站式的这样一个登山的入口网 你只要按一个常见的热门的景点 它就有点像是代办网站一样 帮你去把山屋啊 或者是入山站啊等等 这些东西全部都申请好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采取一个叫做API first 或者是在公布文里面叫 API over KPI 就是用API来取代KPI的一种想法 我们去让每一个现有的旧的系统 都用一个叫Open API 这样子的一个standard 它让大家都可以 不只是人可以用那一个系统 机器也可以用这个系统 所以就是专门设计出来给机器人使用的那些端点 那如果每一个旧的这个网站都有这个端点的话 其实我们这群年轻朋友们 他写出来这个新网站 他上路的时候 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代办的机器人 回去这四个旧的系统去代为进行操作 这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从资安上来看 本来是很复杂的系统 但是你把它变成 大概每一个网站三个API 四个API 你专门测试这些就可以了 所以比较安全 那第二个是说它是叫bug for bug compatible 就是说本来的系统有的问题 新的系统都还会有 如果本来它的格式上面有什么 就是困难的话 那我们新的系统说要把它改掉 你还得回后的这个系统 它的后端去改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会变成新的系统 只能处理某些场景 旧的系统才能处理旧的场景 你如果新的系统要改好的话 旧的系统对不起 还是得改好 所以这种API first的方式 就很成功地让第一线的承判人员 可以省力新的想要爬山的朋友 不用去适应那个旧的界面 但是旧的那些资深的山友们 也不用适应新的界面 等于是双方都相安无事的这个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很实质的建议 就是用API first的方式来进行改造 那当然当我们API first做到一件事情之后 大家就会去又做目的外之利用 举例来讲 像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我入阁大概半年的时候 我们就碰到一个提案人 他在我们的公共这次网络参与平台上面 发动了一个联署案 这个联署案完全没有任何实质贡献 全部都是负能量 他的标题就叫 报水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内文也全部都是负能量 他并没有提议什么真正的东西 他就是在说这个就是难用到爆炸 然后底下的留言呢 也只有不到20%在说 我们用Windows报水很顺 但是呢就是80多%都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或者是什么官冒腐败 什么之类的 他就是一些非常酸的一些留言 那在当时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一个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他叫做杨金亨 我们在每个部会都有这样一群人 他就好像国会联络人跟立法委员 或新闻联络人跟记者一样 他们是专门去处理正在要爆炸的 5000个乡民的这样子一些朋友 所以就专门跟主题标签对话 我们叫hashtag officer 那总之呢这个朋友呢 杨金亨呢 他就立刻上去留言说 只要你胆敢在这边留言骂财政部长 那么你已经被监控了 那我们现在诚挚地邀请你 下个礼拜一起来做明年的报学系统 所以就他简单的一个邀请函 这个邀请函真的很有效 一方面他让这个隐藏在键盘后面的酸名 他叫卓志远 现身了 那我们才知道说 为什么他这么愤怒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看到标凯体就会浑身不舒服 何况是标报水软体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网络上的这些酸名 因为我们有直播嘛 甚至还有360度的这个相机 所以没有办法来台北财资中心的呢 也没有关系 他可以在线上透过slido 把他们的想法传递到 我们在讨论的那个现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API的设计呢 就是综合所有酸名的 最酸的这些看法 那我在当时 这是所谓的user journey 服务设计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流程开始前 开始的过程 开始后 大家有什么行动 有什么需求 碰到什么问题等等 那当时呢 我们知道说 在每个部会的专业的文官 他看到slido上面 出现了这个字 他是绝对不会这样签上去的 他是一定会在脑里 有一个转译翻译举入 他变成文字稍显涌坠 然后再往上前 再往上受病 就再稍微模糊化一点 到最后已经完全面目全非 已经彻底去识别了 那但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网友就不会觉得说 我的意见被尊重 所以我当时其实是 给他们一个建议 就是说人家写自报多 你就必须要贴自报多上去 那这样子才是accountable 这样才是当责 就是他说自报多 那他的意思就是自报多 你不要曲解他的意思 你可以拿掉惊叹号 但是不要拿掉他的字 然后同样他写 华丽到让人迷惘 你也必须要填 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甚至在当时报岁 就是试算完毕 还没有上传的时候 会跑出一个 舞区还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 国序局的吉祥物 跳上跳下 然后还用标凯题 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惊叹号 平常看起来很可爱 我什么时候看起来就很讽刺 所以这个就是 想让大家感受好一点 这个没有用 所以也有人很尖锐地留言说 就是不要试着让我们感觉好 想到要报税 他的感受其实就是不好 所谓痛快 就是痛得要快一点 快一点之后 他去买一杯冰啤酒 他自己心情会变化 我们不要在过程里面 试图安插那时候 让他心情好一点东西 那个没有用的 那总之呢 就是线上上千个不同的留言 其实你整理完之后 就这么多个意见而已 那其他都是重复的 然后呢 我们就邀请那些最酸的朋友 就是这些人 然后呢 去跟我们的国税局的承办 以及这个苦主 关贸公司 那个一起坐在同一间桌子里面 然后开始画报税软体 那我们说见面三分请嘛 你见到面其实就吵不起来 所以花了这个三次工作方之后 我们就从本来真的是有点吵 的这个界面 变成新的界面 那先是就是Mac跟Linux使用 本来96的Approove Array 那之后发现Windows也可以一起来用嘛 白分98 那这样子的一套系统 其实你说它真的就是那么完美嘛 大概也没有98分那么完美 可是因为上千位朋友觉得 我至少有贡献一张便利帖 所以这个在他的眼里 看起来就很完美 就是好像盖一座庙 你会发现庙旁边的柱子 上面的什么石头 上面有你的名字 那这个时候 这座庙就是很完美 不管别人怎么讲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愿意去 就是说服他们的亲朋好友 来适应这个新的界面 那又因为 这个是用API First的方法去开发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发现说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方法 让大家能够用线上来预定口罩 然后在附近的便利商店取货 大家如果有用过E-Mask的话 会发现这个颜色似曾相识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只花了三四天就改好的 就是报纸团体忽然变成 也可以卖口罩了 因为有API的关系 那后来呢 大家如果有去就是订购过三倍券的话 这个也是三倍券的那个配色 这是同一套系统 改了一下参数 它又变成可以卖三倍券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API First 它一开始可能是为了省力 最早最早一定是为了省力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API 它是可以不限制任何的 就是事业体里面的任何朋友 都可以使用 甚至你的协力厂商也可以使用 所以到最后 就一定会有当年 那五千位乡名里面 一定有一些是卫福部的公务员 有些是经济部的公务员 当他们需要一套这种软体 他们会想说 对 当时我好像有一起 参加过报线软体的开发 然后瞬间就会冒出 这种创新的使用来 所以先省力再创新 大概是这样子的建议 好的 有75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这个王小如 想要问说 我可不可以读出 永丰金控的董总的脑坡 让大家知道说 今年的绩效奖金有多少 其实我能够控制的脑坡 只有我自己的脑坡而已 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脑坡 那个是博恩的硕士论文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当然没有办法 在现在就是远距读取这个脑坡 不过当然 如果就是有人要 就是分享到 这个最新问题这边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拿来 当作对话的一个题材 但是我其实是没有 读取别人脑坡的能力 有四十位朋友们问说 你认为未来实体银行 还会不会存在 或者是纯网银 或者Fintech 会是最后的这个银家 这个有很多 特别是护贞事务所的朋友 或者是国税局的 那个报税柜台的朋友 都问我一样的话 尤其是我们在这一次 因为报税软体 在今年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进步 就是每一个便利商店的读卡机 本来有的好的有的坏的 但是因为要买口罩的关系 全部都修好了 全部修好了 对 本来Seven跟全家 那个故障率还蛮高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当全部都修好之后 那国税局就开始 push一波文学 因为他们不希望大家 群聚在国税局的 报税柜台感染嘛 所以他们就说 那就是去你家巷口 立刻就可以报税 你只要用健保卡 曾经订过口罩 那或者是用过健保快一通 你就可以用你的健保卡 或自然评证 直接在你家那边报税 如果不到两万元 直接交给柜台 即使是超过两万元 你可以拿到一个认证嘛 然后直接用手机 就完成报税 对我自己就是在乡口的7-11 然后用这个手机完成报税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到那个财政部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完全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我们这些柜台人员 要做什么 不是大家就是任何人 都可以去旁边的便利商店 就可以完成报税的工作嘛 那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里面呢 就是变成是 你要跟他维系 比较长时间的关系的 这些活动 为什么我们现在 明明有远距医疗 远距咨询 甚至有一些照护 也慢慢变成远距了 但大家还是会去 自己信任的诊所 去看医生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只要见到你 我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事实上我们叫看医生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说不是医生看你 是你看医生 不是医生帮你看病 是你带了病去看医生 看到医生病就好了一半 不是 事实上这是真的 那所以就是 如果是面对面的沟通 变成需要灵贵的沟通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 那一个信任感 而这个信任感 对于他要去做一个 比较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这还是无可取代的 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我们自己 口罩十分之1.0的时候 其实最早的版本 并不是去要去拿健保卡 而是去便利商店 因为那个时候 主要还是在便利商店 2月1号的时候 然后要求大家 只能用行动支付 或者记名的悠悠卡 或医卡通 然后来就是防堵 重复购买的这件情形 而且这个事实上 是很容易实作 也差不多都已经写完了 那而且你说长者嘛 长者也有敬老卡 敬老卡难道不是 记名悠悠卡吗 也是啊 所以概念上面 感觉上是很对的 但是最后呢 我们为什么是去找钥匙 而不是去找便利商店 就是因为说 我们了解到说 钥匙跟你说 戴口罩要勤洗手 不洗手没用 这个你会记得 而且说不定还会告诉别人 如果是便利商店 就是一面冲咖啡的 就是万能的店员 跟你说 就是戴口罩一定要洗手 不洗手没用 你听过就忘记了 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在社区 尤其是长者 他因为去过药局 已经很多次了 可能连续卖性处方签 我们的那整个流程 就是设计成 就是卖性连续处方签的流程 所以自然 要是对他的叮咛 就好像医嘱一样 他是一定会听的嘛 那而且我们当时就已经知道 戴口罩如果不洗手没用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子一个概念 传递到大家心中 那还非这些要是不可 所以虽然要师们 后来也发明了一些社会创新 好比像说发号码牌 只要一发号码牌 我们的地图就没用了 所以就是社会创新之间 有时候也会互相打架的 但是我们都是说 没有 一定是要是对 我们错 对不起 我们马上来改我们的城市 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变成发号码牌跟领口罩 可以分成两个时间栏位 甚至有钥匙跟我直接当面要求说 我希望按一个键就能够 从后台按一个键就可以从地图上全部消失 隐身斗篷那样子 那我也马上请键包叔的朋友们 刚快实作 这个号码牌一发完 他只要按一个键 真的就从地图消失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钥匙就觉得很被尊重 而且大家只是透过每30秒钟更新一次的 那确实也会发现说 钥匙真的很辛苦 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按钢口罩什么的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要互信 因此而增强了 是大家互信都已经到一个程度之后 那我们才去让便利商店 或者健保快一通 那已经是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大家习惯都已经养成了 所以就是两个 一个是说 就是你在迎娶他长期的信任 那第二个是 你要说服他 或者是你要建议他去做一些大的 就是关于他的人生的 就是包含要一直戴口罩信息手 这样一些新的习惯的养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面对面沟通 还是特别有用的 比起用他自己手机上面 就是跳上跳下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绝对有用很多 那但是其他的这种比较trivial的 就是比较容的 这些服务流程 这些太阳 大概都可以 就是用他自己的中断 或者他家附近的中断去解决 有三十多位朋友们想要问干部小牛的一个问题 问说您觉得金融业的何种职位 会最先被机器取代功能 何种职位最先被AI取代功能 这是一个陷阱题 因为我们在那个讲AI转型的时候 我都是把AI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 那什么 确定一下有没有电 我确定没有电 因为他这个灯没有亮 所以表示这个延长线没有接到电 不过没有关系 那就是换个延长线 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真的 好 所以如果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的话 其实它就是assistive technology的一种 辅助式的科技的一种 好比像说我现在戴一个眼镜 让我看得更清楚 这就是辅助式的科技 好比像说娃娃八十几岁快九十岁 她戴个助听器 那也是一种辅助式的科技 那但是戴个眼镜 并不是要取代我的视力嘛 那戴个助听器 也不是要取代她的听力 只是让我们在就是工作的时候 或者生活的时候 可以更方便而已 那我们要怎么区别一个辅助式的科技 跟一个我们叫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一个威权式的智能 威权式的技术呢 基本上就是问两个嘛 一个是它是不是aligned 一个是不是accountable 一个就是说 alignment就是说 它是以你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我戴个眼镜 当然是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 但是如果现在我就是戴个眼镜 然后呢看一看 然后突然就冒出一个盖板广告 它要倒数十秒才能够关掉 那显然就不是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说不定是那个广告商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眼镜如果坏掉了 眼镜如果就是我戴一戴 怎么今天觉得雾雾的 那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应该能够拿到附近的眼镜行 去帮我修理 但是如果这个眼镜行呢 它要先付本来帮我做这个眼镜的这个厂商 十万块的授权费 才能够帮我修理 那这个accountability就有一些问题 就是变成是它很难给得出交代 它只能是当初的制作者 这个眼镜 它能够往它给出交代 但是不能往旁边的眼镜行给出交代 那这个时候呢 与其说它是我的眼镜 不如说是我跟那个就是制作者租的 那可能还比较切合这个实际的状况 所以大概任何的新的AI技术 我们都可以用这两个 就是alignment跟accountability 去对它进行测试 两个都回答得出来的 大概就是辅助我们的 那这样子的话 自然就不会取代所谓的职位 它只会取代掉我们 就是觉得很荣的一些工作事项 也就是说它会取代task 但是不会取代work 那这个怎么还好吗 需要帮忙吗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一秒编程资讯服务厂商 如果需要的话 好 还是有人有那个Type-C的充电器 可以稍微借它一下的 就是不管是平板的或者是电脑的 因为这条线好像看起来不太OK 如果有人刚好有带的话 那不过没有关系 真的不行我就不投影 我就用手机清唱 这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Anyway 好 继续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AI取代的是 我们在工作里面 我们透过职务流程再设计 我们觉得很荣 做的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机器人 一样的那些工作项目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刚刚讲到的 这种长期的关系的培养 等等的这些活动 大概都是不会被AI所取代的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像我如果是一个老师 那我帮这个学生的考卷打分数 这一部分我在做的时候 是觉得很荣 好像自己像是机器人一样 那这一部分AI就可以取代 但是呢 去帮每个学生 去订定他的个别的学习计划 他的IEP等等 那这个东西呢 怎么看呢 AI都没有办法来取代 因为它主要是 每个人生命经验不同 就会做出不同的这个结果来 没关系 你就放着了 真的 没电就没电 没有电 我们就可以更专心在彼此身上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被机器所取代的功能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就是自动机器人等等 它是可以一定程度上 合成出一个人的样貌 或者一些互动的场景等等 不过这个都是比较浅层的 就是像刚刚讲到的 每一个人来的时候 都是一个就是陌生的柜台的朋友 他也不会发展出长期的关系 确实这些浅层的部分 是可以用机器取代掉一部分 但是任何就是需要你在一次 visit 到下次 visit 中间 也能够去 好像与时俱进的 就是关系能够变得越来越深厚的 等等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看起来 机器它仍然只是辅助的作用 并不是真正能够取代这样子的一种职位 我们还是回答一些最新问题好了 不然感觉好像 就是没有那种高的互动性 有没有这个推荐的电子书的阅读器 我自己是用就是这一台iPad Pro 那所以并没有特别再去装一个电子书阅读器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会很习惯一面看书一面做笔记 那Apple Pencil目前就是让我觉得 它的反应速度是特别快的 所以大概都是还是用这个 但是我也了解到说 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会比较伤眼等等 那但是因为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通常都是用这样子 那我平均这一个月下来 每天睡八个小时又五分钟 所以每天都有睡到八小时 好的 那我们有大量的充电器出现了 但是感觉就是那种能量充满的 那种感觉 没有这个是对的 其实只有这个瓦数是对的 其他的都是有种杯水居心的那种感觉 好 OK 那有46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转型最重要的往往是企业的文化 文化这件事情要怎么改变呢 特别是永丰这样子的围绕银行 这个 这个果然是要 这个头不对 它是Lining头 好 QQ 好 那 那 好 那我想有两件事情 就是要改变文化的时候 一个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让这个feedback look 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文化底下 你觉得这个文化可以朝哪个方向改变 要一个让你能够发生的这个管道 那这个发生的管道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吗 没有就不要勉强 就这样 有了耶 哇 了不起 拍手 谢谢 感谢 感谢 就是有志者 世金城 十到三次 四次的终于会成功 好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要确保说 对于这个文化 想要创新的朋友 他有一个指出说 那我们不妨来做什么 看看的这样子一个舞台 那好比像说 如果今天是举手发问的话 绝对不会有人说 永丰是围绕银 对 好 那第二个 也是同等重要的 就是说 当有人提出这样子的事情之后 我们还真的有一个方式 能够让他说 那你用这个新的系统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风险 就是简单来讲 一个sandbox 一个沙盒里面 他真的能够要 能够给大家看到 而且给大家看到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的话 那这个新的系统 要有一个办法来取代旧的系统 举一来讲 好比像说 其实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每天下午两点的 那个待状节目 就是最后去卖农产品的那一个 那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他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就算大家想得出了这个新方法 他不能立刻就上路 但是呢 这个我们指挥官 陈指挥官 他对于就是所有的记者 或者是这个委员的质询 他有一套标准的回应方法 他一定是说 你早点跟我讲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委员教教我们吗 等等 就是他一个很标准的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说 那你小规模的试验出了这个东西 他不管看起来多么离经叛道 好比像说 传统电锅不加水就可以消毒口罩 的这种东西 他都愿意说 那教教我们吗 我们请食药署赶快去做一下实验 实验完 真的 赖全玉老师讲得对 他不是疯狂的 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就到最后就会看到说 在隔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 我们指挥官就自己 在下午两点的直播上面 就开始拿一个电锅 然后赖全玉老师在他旁边 开始讲解这个理论 他可以像加热到110度 杀死病毒 但是降温很快 所以不会破坏掉口罩等等 那然后大家就会记得说 指挥官这个 把内锅架放到内锅里面 表示说他没有用过电锅 但是没有关系 诚意可感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记得说 这个创新不是只有 少数的这个实验室里面 这些创新的朋友们 他当然有能见度 他只要其实发表一个 这个paper或者是请人来 开记者会 他就有能见度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 binding power 一个拘束力 那这个拘束力就是指挥官自己 在下午两点 实际整一次口罩 给大家看干蒸啊 不加水加水没有用 对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这个拘束力的loop 就完成了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 洗目力醒 就是说连这种 就是听起来很立心判斗的东西 只换到愿意亲自操作一遍 那大家想到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请不要练习 打电话给1922 真的好的想法 我们立刻就会变成 不一定马上能够实作 但至少排进那个测试的cue里面 在staging里面跑一阵子 真的没问题之后 总是有一天就会上线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防疫这么成功 很大一部分就是 后面的这个feedback loop 就是当它在stand box里面 真的长出来之后 它增幅的这个速度 真的是很快 因为大家并不是要说 好比你在线上 定一个什么东西 立刻无人机就 这个下一秒钟就送到你家里 这也不可能 但是大家会看到说 我物流嘛 现在跑到哪一个点上 它在集货 它在配送 它在怎么样 只要每一个部分都是accountable 都有给出交代 其实大家是很愿意来等 所以我觉得文化的改变 就是在一次一次的 这样的feedback loop里面来产生 我就知道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有 我是因为被他们问说 关于明年的EID 请问我有什么看法 因为目前的使用的习惯 已经逐步从PC端 转移到mobile端 但是读卡机 验EID这个机制 是不是有点过时 你看我专门带了测试卡来 一般民众可能也很难 或者没有意愿 填购行动的读取装置 我们现在的EID的设计 它其实背面 其实就是比较护照 所以虽然它是有 插卡的这个界面 但是就好像 大家有用过eGate 就是出国的那一个 自动通关系统 就是护照的封面翻开 然后你把底下的这堆 一大堆小余符号的 这个叫做忌读码 MRZ这一区 然后能够让有光学识别的 能力的手机 去识别的话 那手机里面的 NFC reader的那个晶片 就可以直接透过 就是NFC去读取里面的资料 所以这个身份证里面 它所有的公开区的 这些资料 只要你有这个机读码 或者如果你的手机 这个一次识别三行 有困难的话 你也可以识别 最上面的那一行 就是它的序号 那不是身份证号 它的卡片序号 不管你是有序号 或者是你有它的MRZ 那你都可以 已经是透过感应截免 不需要查卡 就读取它里面 公开去的资料 而且它是相当的 就是安全的 因为它中间是先建立 一个安全通道 而且里面的这些 公开去的资料 大概都是 就是卡片上 其实已经有的 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读取也就是 跟正面的光学读取一样 不过在这边 也稍微打个广告 就是说有的时候 如果你就是写出 这样的软体的话 那有一些朋友呢 就会出示这种 已经贴起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内政部 就是想要回应大家说 那我如果不想要 我的RFID晶片 被别人扫 那好比像说 他上计程车 然后他做个前作 然后他就是把身份证 放在可能包包里面 或者是说 放在自己身边等等 那但是事实上 就是计程车上面 现在很多都有RFID reader 至少悠悠卡的那个付款的 他是在以备 或者是说 他一些感应式信用卡的 那个sensor 他是放在司机 跟前作乘客中间 那所以 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的话 那他确实是会逼医生 没有错 但是因为他不是悠悠卡 所以逼医生 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 会觉得说 他心里不是很安心 他觉得说 如果不小心 就是后面的基督 或者是他的序号 被人看到的话 那这样的话 难道不是就是 就是接下来这个车队 他上任何人的车 都会被这个实名验证 那所以为了就是 让这样子的游戏 那这个游戏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得到回应 所以内政部就已经有预告 已经预告结束 所以是确定了一个要点 他说 任何时候验卡面的资料 就能够确保这个真伪 那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服务提供 者可以强制你 去读晶片 或者读基督码 或者是读卡片序号 所以如果他把这三个 都贴起来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我要把这个当作 类似纯纸本的六代证 来使用 就是现在在用的身份证 那七代证里面的 感应式晶片功能 或插卡晶片功能 如果他自己想要停用的话 那没有人能够逼他使用 所以说 对服务提供者来讲 这是多一种 比较方便的这种方式 但是呢 你不能说 只提供这种方式 然后强迫他不能够用 就是光学验证的方式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社会创新 跟很多其他国家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总是说 科技来配合社会 不是说要社会 一定改变习惯 去配合科技 但是那些 想要用感应式 去读工 还去等等的朋友 那他当然就可以 这样子做 所以希望有回答到 这53位朋友的想法 那有50位朋友 想要问这个 Steven 或许 的这个问题说 现在国外金融业 都是直接跟科技公司合作 而进行金融系统 数位提升 导入AI的机制 但是永逢目前 数位大多都是由 in-house的IT部门来执行 请问证文 是否鼓励国内的 金控直接与科技公司 例如像是台积电 或者鸿海 合作来进行科技导入 我不知道台积电 有这个业务 OK 好 下次去台积电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说明 现在也帮忙 金控做数位转型 对 那 我想这里 还是有两件事情了 就是一个是说 in-house versus outsourcing 那这个是在任何的资讯业务上面 大概这把这个刻度要放到哪里 其实是很难讲的一件事 像之前行政院 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 颁布过说 全部都要outsource in-house只留采购人员 就是把这个dial 这个拨到底 那这个好处是 当然就会促成 这个国内的资幅业者 那或者像说 这个关贸公司 或者是CHT 等等这些公司 也是因为就是 我们全部outsource 那所以他们才开始说 我不是只提供财政部服务 或者提供交通部服务 而是我开始提供给 一般业界服务嘛 所以不会变成 in-house只帮 in-house服务的情况 但这个反过来 也造成蛮大的问题就是 那这样子的话 我留下来这些资讯人员 大概管的都是我自己的业务 就是纵向的业务 那碰到要横向 这个API first 要怎么样整合的时候 这有点超出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已经是变成是 业务单位的 类似幕僚这样子一个态度 他不会很主动地去规划 横向的这个业务 所以当时的就是 全部outsource也造成了 我们在工部门看到的 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 这两个要就是比较平衡一点 就是每一个新的服务 在开发的时候 全新的那个服务的部分 应该要in-house 因为外面的 是第一个 不会知道你的这个 全新的需求是干嘛的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我们公务员 本来就应该要有这种 倾听就是所有的使用者 然后甚至选每一边站 这种比较像是design thinking 在前期去进行探索 然后进行问题定义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其实是公共行政的核心能力 所以这个放在in-house 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等到我们有prototype 那我们也只需要做到prototype 之后 那当然还是可以去招标 去请SI 去请系统审核商等等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些SI 它是循着我们已经知道 利害关系人觉得不错的 这个方向来开发 而不会变成SI 它好像有一点 就是帮我们决定 我们的标案要怎么写 的那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需求定义的这一部分 以及小规模的prototype 来达到需求定义的部分 我还是主张in-house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跟业务同样 才有这种横向的连结 但当你最后要把它规模化的时候 像我们一开始 就是在药局做实名制 那个确实是 都是我们in-house的朋友来写的 但是之后呢 要把它延展 变成说在便利商店插卡 插健保卡也可以 那个就是有一个新创团队 叫夜安科技 先是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做了一个贩卖机 那他们做的那个系统 就是把健保卡 拉专线的这条路测通了 API测通了 测通之后我们就发现说 原来四大超商 每一家的kiosk 其实都是只有等于一台电脑 就是但是上万台terminal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只要多拉四条专线 就比较夜安科技 但是多拉四条专线 其实我也可以让 这个健保卡在超商 也可以买口罩 但是这一部分 当然就是 这四大超商的IT部门 然后以及 我们也有请外部的系统整合商 来写这一部分 但是那是建立在说 第一个夜安已经测过了 第二个是 我们在各个药局 已经有prototype 它的体验 它的流程 已经固定的情况下 那我们再可以请外部的朋友们 来帮我们把它的延展性 做得更好 让它更不会当机等等 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 不过这都是公部门的经验 不一定对于金融业有用 不过我想公共服务业 跟金融服务业 还是有一些像的地方 好的 那有五十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请问进入工部门之后 是不是曾经被公文写作 千层层层层牵合的流程打败 这位朋友认为他很讨厌标准的楷书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标凯体在印刷上面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些优势了 那但是放在荧幕上面 真的是很困难 对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办法习惯 不过大家可以发现说 其实我的简报都没有在标凯体 所以可见我并不受到这个影响 那也是这次就是 苏文昌院长上台之后 他在院会就常常不会给了简报 给完简报之后 他不先去回应那个简报 先去给简报技巧的批评指教 那这样子一来二往之后 到最后我们院会也很少看到表开题了 然后也很少看到 就是一些比较冗长的文字 也比较少看到很奇怪的动画等等 就是PowerPoint不要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我们有院长级的这个coach 都能够就是让大家很快的就直接讲重点 所以我是觉得是要看 就是大家在意什么 如果是行政院长或者是一个部长 他认为说 就是我不想要看那么多的表开题 我不想要看那么反复的公文 那你对我沟通的方法 就应该是对一般民众沟通的方法 那所有的细节我想要的时候 我再去就是调资料 或者是透过一些系统 但是这个大的概念 必须要在很简单的方式里面 就能够说服大家等等 那只要是就是领导者他要求这个 那其实我想大家都有这方面沟通的能力 只是说就是要不要而已 那所以我会觉得公文写作的签合 签成的层层签合 我们看到这个之后 我们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把它改掉 但是我们会不断地去示范说 更好的简报方法 更好的去把事情讲清楚的方法等等 那等到这个变成大家的习惯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有点回不去了 就是不会变成说好像他坚持要不要改提 所以大概都是用新的系统 然后增幅的这个方式 不是说硬把旧的系统砍掉 所以就是我既没有被流程打败 严格来讲我也没有打败那个流程 其实大家都慢慢觉得说 这个新的流程 协作的共笔的这个流程 要来的比较好 那我们还有五分钟左右 有四十六位朋友们问 说十四岁时的你选择了一条 人脸稀小的一条非典型 充满时间精神跟惊人之路 今天台湾开放政府的平台 如果接下来您误入金融业 这是要挖脚的意思吗 成为金控业的总经理 你觉得这家金控业 最需要改变的关键是什么 对我没有要被挖脚 我现在还是在做公共服务业 那做得很开心 但是我想这里面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改变的关键 假设说就是金控是一种服务业 跟我们公共服务业 有相同之处的话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把 所谓consumer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试着把它变成co-creator 那这个也是我们做开放政府 最重要一个概念 就是不是说让大家是 所谓什么民可使有之不可使之之 就是知道那种成名 subject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在学校 其实从去年开始 也不是教所谓的media literacy 就是媒体试读 因为试读感觉上 还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写 这个媒体爆新闻 那大部分人都只能看 只能听 所以你要教它literacy 因为literacy本来是你是不是字 就是你看不看得懂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从去年开始 大概都全部改成media competence 就是媒体的素养 它的核心能力 那或者digital competence data competence等等 所以再也不是说 它看不看得懂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媒体的产制者 大家都是内容的产制者 自从499吃到饱 这个不是政策 不是故意的 但是无论所谓 这个现象出现之后 那所有人都觉得 不用白不用 我都已经买了 就是499块钱 反正吃到饱 那我就整天来开直播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都是 content creator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最需要教的 就不是说 它看不看得懂 媒体制作者 或者政策制作者 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而是说 它可以怎么样混搭 它可以怎么样子 在不破坏 好比像说新闻价值 等等的 主要的这些价值 的前提里面 但是去让它的 周遭的朋友们 都能够更好地 接取到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很多公共服务 在提供的时候 像这个登山一战士 这个服务 它其实就它的英文翻译 等等 很多都是 就看不顺眼的朋友 就可以自己来改 或像我们到 这个3000.gov.tw 就如果大家看到 比较奇怪的 登山一战士 大概都是我害的 3000.gov.tw 底下就会讲到说 这个开放资料 以开放授权条款 进行公众释出 那使用者在遵守 本条款各项 规定的前提下 得利用之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网站的中文 或者英文不顺眼的话 那你是可以complain 没有错 但是我们就会说 你行你来 那你行你来 你只要按这个键 你就会跑到我们的 这个就是中期处的 这个官网上面 那在这个上面呢 它就已经讲说 它的creative content 都已经抛弃掉了 这个著作的财产权 所以如果你说 怎么这个没有英语 那你可以来改个英语 如果这个英语是英式英语 没有美语 那你可以改个美语的版本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美语有了 但是你想要按美语 那你也可以加一个按美语的版本 我们现在二十种国家语言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是把这样子的 它的前端的所有的这些content 全部都提供出来 而且是邀请大家来进行改作 那也真的很多人来进行改作 那不管是 就是想要让它排版更漂亮的 或者是说 想让它给盲人朋友 更适合使用的 或者是想要把它变成 对话机器人的 对话机器人那边就有好多人 等等 那这些朋友们都可以 很简单的就可以把它混搭成 他想要产制出来的那个样子 所以API first的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别人觉得你的服务提供的不好 那你可以很大方的跟他说 你行你来 那但是当然现在我们知道 金融人要说你行你来 意思就是说 人家资安的那个 这等级没有你高 但是你要帮他付那个资安等级 没有那么高的风险 所以现在open API open banking等等 也多多少少碰到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想这里面 有一些政府可以做的 好比像说各自的专责机关 把各自的这个通报 或者检查等等 这个流程做得更顺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业界 我们可以用一些最新的技术 好比像说全同态加密 或者合成资料 等等这些方式 去确保说资安在运算上面 它天生就可以证明 不会出问题吧 储存跟运算跟传输 都可以把它拆开来使用 那这个我也有在创业了 其实我一方面 当我们这边的政委 但是二方面 在院长准许的情况下 也有在兼职创业 那我就是最近在跟 Vitalik Buterin 就是以太方的共同创办人 在做一个叫 Radical Exchange的一个NGO 那这个NGO 目前正在找Fellow 那所以我也可以 反向挖角一下大家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把在以太方 在DeFi 在这些地方 释出来一些新的概念 好像平方投票法 平方募资法等等 那在可行的范围里面 我们也可以融入 我们实体的治理里面 像我们的总统 北黑客松 就已经连续两年了 都是运用 从Radical Exchange 过来的这个平方投票法 好 那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我是说 讲到45分 所以就只能讲到45分 那但是就是 我在最后回答一个 最新问题 就是如果金融业大数据 是把客户的消费跟记录 那这样子你去给别人计算 但是计算又不完全 是为了客户好的话 那就会碰到这个 我戴这个眼镜 到底是为了我好 还是为了别人好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刚刚讲到 两个新的技术 一个是资安的 叫同态加密 那一个是隐私的 叫做合成资料 这两个加起来 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到一个程度 就好像说 像我都是不吃脊椎动物 所以吃的时候 都是吃素肉 就是合成肉 那以前合成肉一吃就知道说 这个是豆皮 但是现在是 那个有未来肉 这种技术已经出现了 就是你已经完全分不出来 就是真的肉 跟合成肉的差别 那现在的合成资料 也已经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理论上也可以做到说 你按一个键 那两千三百万人 不要说两千三百万 两亿三千万人的 健保资料都可以出现 因为每一个都是模拟市民 没有一个是真的 但是你就是丢进去 就是大数据的运算上面 就会发现说 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差不多 那这样的话 它一方面有资料的可用性 可是又不会 就是做隐私上面的一些侵犯 然后被重新还原等等 那同态加密是说 就是你可以把资料加密 加密之后交给 任何云端的服务提供者去运算 它运算完之后 还是密文 但它给你之后 你再把它解开 那所以事实上 就好像你在本地端 去进行了这个明文的运算一样 那但是这个密文的运算 它是比较消耗算力 可在运算的过程里面 它一定不会看到这个road data 那这两个适度的结合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大数据去做 这个有效的应用 但在中间又不需要去 在可用性跟隐私 跟资安的侵犯里面 去做所谓的tray off 它就不再是零和的 所以大概我们这个部分 因为在Vitalik的那个domain里面 他们就是所有东西 PO上去之后 都没有办法篡改了 因为是分散式账本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试到 zero knowledge 他们才能够上链 不然他的这个隐私 自然侵害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他们那边 试出一些东西 我们这边也可以想 想说我们怎么样 在日常生活里面来使用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问题 谢谢 谢谢